爵士舞就是多种舞蹈的结合体了 主要是有厦门这几种舞蹈了 非洲的舞蹈 然后踢踏舞 芭蕾舞 当然芭蕾舞是基础了 然后还是拉丁舞的内容 那它也是一种比较自由的一种风格 然后能够去表达某种内心情感 或者表现一个主题 这样的一个舞蹈形式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些视频 这一段舞蹈它表现的主题和内容 非常清楚 所以你们可以看看 能不能感受到它的这个主题特点 感谢观看 观看 视频 I'll move it Check it out You get me Check me You get me Check me Check me You get me I'll mo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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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誰能猜出台表現的是什麼 蛤 他們感覺是兩個小偷 他們的那個形象是小偷 然後能夠感覺到他們在偷什麼嗎 那個寶貝是什麼東西 給你們看 再看一些動作 你可以 這是他的手勢了嗎 然後再聽後來的音樂配合 這個 這個是一個比較容易懂的 節奏又很鮮明 然後動作節奏各方面他的表達都很清晰的一個角色舞 能夠看到他的風格裡邊 他有一些hiphop的動作 然後還有一些這種拉丁的風格的動作 他都是合在一起的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Who am I to disagree I travel the world and the seven seas Everybody's looking for something Some of them want to use you Some of them want to get used to Some of them want to abuse you Some of them want to be abused Woo Who am I to disagree I travel the world and the seven seas Sweet dreams are made of these Who am I to disagree I travel the world and the seven seas 就是他们的一个谈判 然后这个就通过这个谈判 然后才就由这个主题来展开的谈判过程当中 出现可能出现了各个情景和双方的自己内心的那种变化 角色舞的包容性也是很大的 各种舞蹈动作 然后再看这个 像托举来说一般都是从芭蕾舞 古典芭蕾里面两个双人配合 但是这个动作它就变作是一种两个人的争辩 然后一种更激烈的体现 所以它的动作就是不再是像芭蕾这种漂亮的 然后举起一个公主然后飞过 但是它这个托举它就表现出一种情感和情绪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像刚才大家有看到它那个踢腿落下来 就是这个女的做的 像它踢腿落下来呢 这个重拍都是在下面包括它蹲膝盖 这个就是爵士舞和芭蕾舞就古典芭蕾了非常不同 古典芭蕾它都是很轻盈很飘逸 那演员跳起来它都是在上面然后飞起来这样越过的 那爵士舞台的重拍就在下强调这种低的 它动作这个演员的重心都放在下边 然后包括重拍墙内也都是在下 那个它踢腿踢完落下来是一个重拍 然后从音乐上大家可以感受到爵士舞台就是比较活跃 然后节奏感非常强 那大家听到可能就都想跟着它一起跳了 谢谢大家